老铁们方程报百公里油耗测完了 就是长春回辽园正好是100公里 在市里边就是走走停停的 简直就是可能应该更费油了 但是综合油耗大家看一下 百公里油耗8.2升 高速我见谁超谁 基本上在120到135左右 但是没有超速就是超车 看到没 看到没 电号多少 九度九是多少 看到没 那这么算的话 那百公里8块多钱 8块钱一省 8点几 8864就算65块钱 65块钱的话 10度电1度电5毛钱 10度电的话就5块钱 65加570块钱 70块钱跑了100多公里 因为啥在市里走走停停 在那个长春市里走走停停 还在那个辽原市里呢 那也就是每公里六毛七毛的呀 是不是 我感觉还行 这么大个车 2点89多 我就纳闷 某18 他怎么高速撤出18个油的 哎呀 这我都不严谨了 我忘死的开呀 夸夸的 哎呀 就就就这样 看见没 才8.2个 所以说呀 比亚迪起诉都500万呢 一点都不远 知道过 你要不服气 哪天在车呀 你好小方 请说 你休息吧 不说了 休息得了 自拍杆放 明天跟别人比车去 有一个奔驰大鸡 就不服 不服就干 但是有好的 有好的比试啊 没有什么干不干 后排空间是真大啊 我看了一下 回家延时照明 我调了一下啊 调了十秒 调了十秒 要不之前太长了 了一眼 我就想吃东西 你怎么那么好 就像很像 我照片 否则 我希望你 就像我一样 你 说 我 谢谢观看